恭喜夫人得偿所愿 多亏妹妹帮助 先记一下 妹妹倒不指望夫人记住我的好 只是妹妹一直跟着夫人唱您的戏 谁知妹妹的戏还没唱呢 台子就让你给拆了 我也很想把妹妹的戏看完 可是妹妹演的是大逆不道的戏 我也爱莫能助啊 前几天我让醉柳去给我买点胭脂 竟然她回来跟我说一个事情 她说她看到妹妹跟一个人见面 而那个人像极了四夫人 这怎么可能呢 妹妹进了府之后就没出去过 怎么会在什么胭脂铺呢 一定是巷子太黑醉柳看错 巷子 我都没说巷子 为什么妹妹会知道的 我当然相信妹妹了 可是这个事情公子知道的话 不知道她会不会多心啊 姐姐多虑了 你先回去吧 侧夫人这个位置又悬着 该有人坐 到时候 很多琐碎事情 要妹妹你操心了 是这儿吗 来 这儿 这儿 你再生气啊 没什么可生气的 白天还好好的 你为何突然就变了样子 因为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你对吕北翼于情未了 好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 你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只是因为找水兰太着急动了胎气 吕北翼也是恰巧入股 把我看了看 肚子好疼 你别拿孩子来当挡剑牌 肚子痛什么 要不我叫吕北翼过来摸摸你的肚子 让你好过一点 你 好 你们 情比金奸 那刚刚为什么还和我如此的亲近 让我摸这个小孩 让我听这个孩子 因为你是这孩子的父亲 并且只是做了并且应该做的事 我真的是孩子的父亲 你说 你只是做你该做的 那我告诉你我该做什么 你不配做 所以孩子出生后 你便不是这孩子的母亲 你说什么 小姐 姑娘 姑娘 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现在已经顾不上孩子了 我可以 我的孩子没有死 我要把他生下来 难道孩子 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再不接生 就真来不及了 让我试试吧 好 那开始吧 芝芸 关门拉帘子 冉芸 准备热水 是 妹妹醒过来了 妹妹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杨奸行 太好了 我觉得 我听清光了 红色的资人 我这就说 你会有什么 поним言 这就说 你就是 我说 你 你 好 好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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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府来人了 王爷有命 让你即刻去王府 王爷 到了 儿子 拜见父亲 本王的皇孙 幼稚 是 请父亲节哀 今日 你把骆青年 还贬为树林 将他足处 是 这姑娘啊 不是一直都让你魂牵梦移 牵藏挂肚的吗 你怎么就这么对他 还把他赶到别院去 他自情去别院 这对他 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他曾说过 我喜欢的太多 他不想当其中一个 我想 现在他已经不死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你可以自己做主 但本王听说 这孩子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你照顾不周 真有此事吗 儿子 儿子 照顾不周 请父亲治罪 吕特长 对 传本王令 把昨夜相关的下人 统统带上来 本王要亲自审理 不能让等了半年的王孙 王死 是 骆青林 昨夜产子 你们知不知道 小 孙仁知道 孙仁知道 那为什么三公子不知道 是 是他不让通报的 门房是谁 小 孙仁是 你为什么不让 找大夫的人出去 是 监宇 他若三公子有令 任何人不得外出 监宇留下 其余都退下 谢谢王爷 监宇 是三公子让你这么做的吗 不是 是奴婢贾成公子的命令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谁指使你的 快说谁指使你的 谁 到底是谁 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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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到别生了 住 你的 erf 了 你 你 好